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罗宾看 各位视罗宾 昨天美股四大指数持续的全面大涨 但是我们看到今天整个台北股市 基本上并没有受到美股持续大涨的一个带动 反而怎么样 呈现一个开小高 然后就一路的往下压低 好 那即便最后是有神秘的买盘 把这个加权指数带回到平盘附近 不过终究还是下跌了一个八点 收在12947 那成交量也缩小到只有1845亿 好 那各位也看到了 昨天其实整个加权指数一口气 已经直接怎么样 公道的12997 12997 它三点就要再一次的往13000点客观 所以在今天一看到美股四大指数大涨 大概很多人也都期待 今天会不会有机会让这个大盘台股 怎么样 再重新写下一个历史的新高记录 因为其实你看到目前为止 7月28号的台股历史新高13031 到昨天的一个收盘 或者说昨天的盘中的一个高点 12997 其实已经剩下不到40点的空间了 那如果说今天美股的一个带动 能够让大盘直接的越过 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可是我们说过很可惜的 怎么样 大盘今天开个小高之后 就一路的往下压低 好 那当然这个中间到底为什么 今天整个大盘在美股大涨的情况之下 没有能够延续昨天的一个涨势 一口气去创了一个新高 到底为什么 好 当然很多人都在讨论了 对 有些人认为是因为国安基金退场 那你说会不会有影响 当然我认为在心理层面上 当然会有影响 但是你说实质层面有没有 我认为是没有了 因为你看这段时间 即便说国安基金这段时间 这段时间都一直在场内 对不对 可是他也没有做买进的一个动作 所以充其量 他只是一个心理面的一个加持 对实质面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现在离场了 对实质面的冲击 也几乎是十分的有限 顶多就是心理面 对不对 好 那你说那为什么 今天过不去 那其实我说过了 一万三千点 对不对 来 在这边 其实这个区间震荡已经整理了 你看一个月 两个月 将近三个月的一个时间 你看这个整理的过程里面 在一万三千点 你看就以这个七月二十八号 当天的成交量三千三百多亿 三千多亿 那你说今天只有一千八百多亿 你这样的量能 你看嘛 你光看图说故事就好 这样的量能 对照这样的量能 你要很快去突破 我想有一定的难度 对不对 再加上现在你就消息面上 包含疫情的因素 包含美中贸易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想这边 似乎 让整个盘面的一个消息面 还是会顺喜万变 所以还是会有一些 所谓的莫名其妙来的一个利空来冲击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盘要一次性的去突破高点 我想这个机会不大 所以我说过就一个稳健 我在昨天我就讲了 昨天一口气 大盘还来到12997的时候 我是不是昨天就讲得很清楚 我说你不要去期望 大盘马上会过高 就一个比较稳健 比较保守的原则来看的话 它终究还是一个区间震荡 对不对 所以就果不其然 今天在美股大涨的情况下 它不就压回来 但是或许 对于今天大盘没有能够创高 很多人会觉得有些失望 但是我相信对于一些老手而言 一些市场的高手而言 其实他还蛮喜欢这样的一个盘 因为我说过了 大盘只要进入震荡 对不对 市场的资金 它会自己找出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它反而会移转到从全职股 移转到一些中小型股上面 好那既然移转到一些中小型股上面 是不是这些中小型股的股价的一个波动 再讲了直白一点 是不是有很多的标股 会在大盘震荡的这样的过程里面 它会一一的一个表态 好那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大盘大涨 你就一定赚的比较多吗 今天大盘涨300点 你的一根涨停板 会不会因为大盘涨了300点 你的一根涨停板 从10%变成30% 会不会 不会啊 今天大盘即便只有涨30点 甚至于跌了30点 如果你的股票一根涨停板 你会因为今天大盘是收黑的 或者今天大盘只有小涨30点 你的10%的涨停板 就存3%而已啊 会吗 不会啊 所以既然 不管大盘大涨也好 小涨也好 甚至于小黑也好 你的10%终究都是10% 所以为什么不让一波行情 在一个上下区间里面 他整理的越久 你个股的表现空间越大 你能够赚的时间也越长 那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我说过 行家还有高手 都喜欢这种来回震荡的盘 大盘不要急行军 大盘你就在那边来回震就好了 我们要的是股价急行军 就像什么 有没有急行军 你看到今天 太阳能的达能 3686的达能 到今天还在创新高 到今天还拉出涨停板 你看 前面这波都不讲了 就说这里就好了 这一波从放假前 当时我告诉各位 我说中秋节放完假回来之后 一定会有很多股票喷出去 因为怎么样 前面大盘已经先整理了 在这整理的过程里面 筹码被洗干净了 还有原本技术面 原本过热了 乖离过大了 也都经过了适度的一个整理 个股也是一样 所以我说过 一旦放完假回来 很多股票 它会怎么样 一马当先的冲出去 达能 他还没有等到放假节 中秋节过后 他在放假之前 9月30号中秋节的前一个交易日 他就已经先拉出第一根涨停板 有没有 接着下来 放完假回来 对不对 放假前都拉涨停了 放假之后 那岂能不拉涨停 所以你看 放假回来的第一个交易日 10月5号 继续再来一根好事成双 有没有 然后到了10月6号 放假回来的第二天 盘中继续再拉出第三根的涨停板 正所谓 无三不成理 然后稍稍的整理两天来 我们对照这里来看 有没有 放假前 先拉出第一根 放假后 第一个交易日 再拉出第二根 第三天 也就是放假回来的第二天 盘中拉出涨停 即便稍微震荡一下 收盘还是在涨停板附近 接着下来 稍稍的整理两天 有没有 稍稍的强势整理两天 到了昨天 回来国庆日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立马又拉出怎么样 第四根的一个涨停板 这已经不是涨不涨停的问题 这根本就是一路涨不停 有没有 然后到今天怎么样 再拉出第五根 昨天第四根 今天是拉出第五根 有没有如我所说的 放假回来之后 大盘越是震荡 盘面的标股 怎么样 它会一档一档的喷出去 不是只有达能 你看同样属于太阳能族群的 还有谁 安吉 第几根了 今天第三根了 没有 从这里 放假 放这个国庆假日前的第一 的前一个交易日 跟刚刚的达能一样 只不过达能是比国庆假日更早 它是在中秋节的那个长假 它就先发动了 那安吉是在国庆前的那个交易日 拉出第一根涨停 然后接着下来 昨天一根 今天再来一根 三天三根 好像在尬掐一样 有没有 跟达能在尬掐一样 那还有谁 六四四三的元金 今天也是差一点点涨停 但是即便没有涨停 也是创了颇段的一个新高 所以从这里告诉你什么 大盘 有没有大涨 有没有创新高 有没有很重要 一点都不重要 我一直告诉各位 在盘整盘里面 在一个区间震荡盘里面 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只有两件事情 第一件 就是你有没有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 既然是盘整盘 是不是有些股票 像太阳能猪群 它就是不断的往上涨 可是相对的 也有一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它可能就在整理 要不然就涨不动 要不然就是往下整理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的资金当然要摆在对的地方 否则 可是有些股票 确实往下压回 这样子资金的一个配置 它就相对的 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效益 对不对 所以第一点 在盘整盘的操作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如何让你的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好 那除了让资金 发挥最大的效益以外 还够不够 当然不够 因为我们说过 既然是盘整盘 所以盘面轮动的速度 就非常的快 那既然盘面轮动的速度 非常快 你要想 有股票天天涨 都不用整理的吗 每天都在喷 每天都在创新高 它都不用整理 都不用拉回 有这种股票吗 当然没有 你累积到一定的乖利 你筹码 累积到一定的一个程度 是不是它就要沉淀 筹码要沉淀 你乖离要修正 你技术面也要整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就是我常讲的 当时机到的时候 当时机到的时候 你要懂得怎么样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为什么 因为既然大盘要整理 我说分段操作的目的怎么样 在于规避短线的修正风险 加大你的获利倍数 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 让你握有盘面的一个操作的主动权 我说过你做股票为的是什么 你做股票为的是能够赚钱 你爆股票为的是什么 也是能够赚得更多 如果大盘要整理 不是大盘 个股要整理 它的股价要整理 代表股价短时间之内 它没有办法再创高 没有再把它创高 你不会赚得更多 如果说短时间之内 不管它整理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甚至于一个月 两个月 它不能够让你赚得更多 那我请问你 你爆了它干嘛 你为什么不把资金摆在怎么样 摆在接下来 正准备要大涨的股票上面 你的资金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所以要让你的资金 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就是怎么样 买点跟卖点 节奏的一个掌握 所以我问你只要在一个盘整盘里面 你做到这两点 一个是买点跟卖点的掌握 一个就是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你能够做到这两点 你能够做到这两点 我相信 怎么盘再怎么样 即便一个月两个月 这个行情没有再创新高 大盘 我指的是大盘 就算一个月两个月大盘 没有创新高 我相信你的财富也会创新高 就在于说你有没有好好的把握到 我刚刚告诉你的那两点 好 那至于接下来的操作 如何把握到刚刚那两点 我们稍后回来继续再聊 欢迎回到现场 回想刚刚我们再一次的 跟大家做一个叮咛跟提醒 就大盘的部分 我个人认为 就短时间之内 他马上再去突破13031的机会 真的不是那么的大 除非这段时间 外资卡老发了狂 怎么样 又连续性的一个大买 硬是把指数给突破过去 否则我认为就是整理 就是区间震荡 但是也因为是区间震荡 我们赚钱的机会反而更大 反而怎么样 我们能够赚得更多 我刚刚我也举例了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过 现在最重要的 你只要做到两件事情 第一个 把资金摆在对的地方 让你资金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益 那另外 你要去掌握买点跟卖点 你要懂得分段操作 至于怎么样的分段操作 能够让你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们稍后会再举例来做一个说明 好 那最重要的 我们先从到底资金要怎么摆 算是有效率 又或者我要怎么样摆在有效率的一个位置 好 那我们刚刚也举了这个太阳能为例 你看 包含元金 包含安吉 尤其是你看达能 哇 不得了 对不对 短短几天的时间 五天六天七天的时间 一二三四五六七 你知道这七天时间里面 他拉出几根掌听板 拉出五根的掌听板 好 那不管达能也好 不管安吉也好 不管元金也好 这叫什么 这都叫创新高 什么叫创新高 就代表这段时间 不论你哪一天哪一个点未买 你都是大转 这叫创新高 对不对 大盘没有创新高 可是你把资金摆在这里 是不是 随着他的股价创新高 也等同你的财富在创新高 那这样资金 是不是能够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好 那为什么太阳能族群 能够在现阶段 让他发挥最大的一个效益 对不对 我想这个部分 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了 现在叫什么行情 9月营收公布完之后 接下来是季报 第三季的季报行情 除了第三季的季报行情以外 现在时间是每一年的第四季的 现在已经十月中了 对不对 我说从十月份开始 除了说法人业内的作战行情 还有集团的作战行情 已经开始在做加温以外 最重要的 他启动了一个叫做本孟比的行情 什么叫本孟比的行情 因为时间已经到了第四季 你操作上面 你再去看第一季第二季 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啊 第一季不好 第二季不好 难道接下来我明年就一定不好吗 所以不是 所以不是 所以现在股价毕竟反映的是未来 所以这个时候 业内法人已经开始 针对明年 因为已经到了十月的 到了今年的最后一个季度了 所以当然我们要着眼未来 所以说接着下来 是不是你会发现 有越来越多的一些投资机构 会针对明年的什么投资展望 开始做一些说明会 有没有 这个慢慢你们最清楚了 对不对 所以操作上的个股也是一样 研究部会开始去寻找 到底明年有哪些明星产业 会在众多产业里面 会在盘面里面 它会脱颖而出 而对于这些明年 有机会脱颖而出的股 这些所谓的族群也好 股票也好 他们就会怎么样 事先卡位 先不用等到他们的一个财报数字出来 只要认定明年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景 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他们就先买了再讲 为什么 因为你要等到财报来确认 等到财报来确认 那至少也要等到五月的事情 那难道五月之前 这些股票在涨 你都不用管它吗 当然不是 那也因为到五月之前 第一季的季报出来之前 没有一些明显的财报作为干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常讲的 本孟比的一个行情 只要对于明年有所期待的产业 那怎么样 它的股价就会先行反应 就像是太阳能一样 那你会说太阳能为什么大早 那其实我说过了 明年对于绿能产业来讲 它会是一个大跃进的一个一年 不要说什么 我想绿能产业不是我第一天跟你讲 你自己说嘛 你看我的节目这么久 从今年七月份开始 当你们还在追逐什么天国一辉 你们还在追逐生计国的时候 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你 接下来怎么样 包含像锋利发电 对不对 当时我最早告诉你是锋利发电 是接下来下一波要起讲的标的 有没有这白子黑字 7月10号有没有 你再回去看看7月10号 当时的锋利发电在哪里 当时的锋利发电 以世纪钢 现在140多块的股票 当初80出头 市场上更不要讲说 有人在讲锋利发电 根本没有人在讲 那当时我就告诉各位 接下来整个绿能的一个产业 会是政策上重要的一个方向 而且不是只有国内的政策 国外也是一样 美国拜登不用我多说了 现在你看美国的太阳能也好 风力发电 为什么大涨 因为拜登的呼声越来越高 那民主党他们所推崇的 就是所谓的干净能源 跟我们国内是不是也是一模一样 那除此之外 你说还有谁 还有对面 谁 中国 中国也开始要讲干净能源 为什么 习近平 前一段时间在联合国大会 还没有发表一个演说 他说中国到2030年 基本上是2020年 10年后 它二氧化碳的排气量会触顶 就是最高巅峰就到2030 我不会再让整个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再更高了 而且不止如此 他说2060年开始 他要达到一个碳中和的一个程度 什么叫碳中和 就是温室气体的一个增加量 等于温室气体的一个减少量 这等同温室气体不会再增加了 那你说习近平讲这个 有什么重要的 你要知道吗 全世界28%的二氧化碳就是中国 排放出来 换句话说中国是目前最大 你以温室效应也好 你以碳排放来看的话 他们是最大的污染源 那如果说他们都要开始重视 所谓环保的一个问题 整个干净能源的一个问题 你说这个未来 会不会是盘面的一个趋势 那更不要讲 我说一些企业 包括像台积电 有没有 在未来他也讲说 他的所有的用电 全部都要用绿能 他不用什么火力发电 不用什么核电 对不对 那你看大家都要用绿能 你现在 我们现在的一个绿能跟得上吗 当然跟不上 所以现在绿能的一个缺口 就是用这个电的一个缺口 高达10亿度 那既然缺口有10亿度 供需这么严重的失衡 你想这个市场大不大 这个市场大不大 所以这是不是未来明年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明星产业 所以我从7月份就告诉你 整个风力发电是接下来要起涨的标的 后来随着风力发电的股票 从八十几块九十几块 一百块一百一一百二一百三一百四 已经涨得快倍数了 涨得那么高 当然股价要整理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说过 基于操作上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准则 就是你永远抓 怎么样 有同样的题材 可是怎么样 未接在低的股票 所以当时我们大赚完风力发电之后 是不是立马把风力发电获利了结 就把资金怎么样 把重心移转到太阳能 所以怎么样 太阳能我相信也没让各位失望 对不对 有让你失望吗 有没有 有没有 这些股票哪一档我没有讲过的 所以做股票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掌握 你必须要能够精准 你必须要能够精准 好 那随着太阳能已经一档接着一档的一个喷出 难道再去追吗 难道再去追吗 我说不是 这个时候反而你应该要回过头怎么样 去看看其他一样在绿能的一个概念里面 有没有哪些 就如同当时我们把风力发电获利了结之后 然后选择太阳能一样 所以现在太阳能喷出去了 你这个时候 你应该再去思考 那有没有 同样也是属于绿能的一个概念 可是怎么样 可是它的位阶相对低 位阶相对低以外 如果它的技术面经过了整理 它的筹码经过了沉淀 那是不是非常有机会 会在太阳能大涨之后 它们又接棒成为怎么样 绿能概念的盘面上的一个重心 这个就是操作的一个妹妹杆杆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礼拜 不多 你认识我这么久都知道 我做股票 我一次 我只锁定一档股票 而我这个礼拜所锁定的 我依旧是绿能的概念 可是它是一档 目前整理过后 一样同样具备绿能概念 可是怎么样 它的筹码经过沉淀 技术面经过整理 是新一波涨势 正准备要发动的一个股票 尤其它除了绿能概念以外 我说过它还有另外一个题材 也是目前最先驱的一个题材 这个题材我暂时先保留 换句话说它有两个题材 它有双引擎 双核心双引擎的股票 你想它未来一发动 会不会跑得更快更远 这个问题我留给你自己思考 如果对于这个礼拜 我们最新锁定的这档绿能 那个概念 你想要同步跟我们操作 来我今天注意看 我今天特别开放20个 我们给幸运的观众 来搭我们的一个便车 所以今天你只要前20名 打电话进来的 就可以跟上我们这档 最新的绿能概念 让你一起搭便车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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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负投资人应独立的 此行吧 感谢观看